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泰好厨艺三餐五油粒 方泰的高汤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要做一次的工来包这个上汤了 精华火腿来的 所以你可以买来收藏这些个 然后要用可以放下去咯 我通常都会用鸡骨 会用到猪骨 一点佐豪鱼 还有就是一点酵 精华火腿 这个是我以前买的 它的版本是这样的 这些我已经弄干净了 现在我来要洗更干净 冷水下锅先 这个鸡骨已经弄干净了 只是要再锅个水 这边大概有1kb的猪骨 然后我放一点点的米酒下去 给它气腥 所以这些都是肮脏 所以你可以拿走它 现在我要把它拿起来了 ok 灌滑 把它捞起来 过水洗干净 一定要清洗干净 你包出来的高汤才清 这边有大概5个liter的水 ok 所以我就把整七八片的姜片 然后这边有干瓦佛腿 我放一块进去 这个扁鱼 ok 洗干净了 放进去就可以了 ok 把这个鸡骨全部放进去 ok 所以把所有材料放进去 所以开大火 ok 它滚了过后 转中滑 给它煮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我这边已经包了一个半小时了 所以现在来看看一下 ok 哇 基本的味道全部都出来了 ok 所以你要继续包到两个多小时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ok了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放一到两茶匙的盐 然后 关锅给它冷了才能做packing 高汤已经包好了 我已经过滤了它了的了 所以现在冷了我要做packing起来 我这个高汤是比较浓缩的 我就把它做packing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